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竹子 象者内外之概阔也 冒者皮囊之眉愁也 人之外貌 本就各有各的差别 所谓 身体发肤 守之父母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无法改变外在的容貌 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内心 内心变了 那人之相也会发生变化 从整体的情况来说 内在其实比外在更重要 有美丽的外表 而没有端正的内心 那他的人生也不会太好 反之外表一般 但内心端正 有天地正气 那他的往后余生 再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心有正气 则斜碎难亲 为人自信 事业有成 谈到外貌美丑的问题 就不得不谈到这么一句话 红颜多薄命 越是漂亮的人 命数就越差 在自然界当中 你过分突出了 锋芒毕露了 别人就不会对你客气了 不要盲目认为 美丽帅气 才是好的相貌 真正的好相貌 都是人之内心修出来的 所谓相由心生 就是这个道理 有福相的人 往往有着五种特征 希望有你 有福之人 必然端庄厚实 老子说过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在自然界当中 无论人多有本事 都应该向天地学习 做人要学习上天的端庄 做事要学习大地的后事 对于一个 想要成就大事业的人来说 端庄以及后事 就是成功的必备要素 没有一个老板 会因为浮夸而事业非凡 也没有一个商人 会因为奸诈而得以长久 当年 李鸿章给曾国藩 推荐了三个人才 希望曾国藩可以任用 曾国藩只说了一句 左边那个人眼神晃悠 小人也 右边那个人低头诚恳 可管后勤 唯有中间那个人 端庄而正气 乃是动量 后来 曾国藩的话 也成为了现实 中间那个有正气的人 就是台湾第一任巡抚 刘明传 一个有福气的人 不会有任何奸邪之心 也不会浮夸做人 轻浮做事 反而 他们会坚持内心的正气 有着大地般的敦厚朴实 通常圣人一筹 有福之人 必然知足少欲 有一位作家写道 过往 过往已成过眼云烟 未来还未成为现实 唯有当下的美好和宁静 才值得我们好好把握 现代人多了对于过往的遗憾 也多了对于未来的忧愁 唯独少了活在当下的智慧 所以焦虑一直伴随在我们的身边 忧愁也在我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为了赚钱 我们让欲望膨胀 痛苦也就来了 我们明知道痛苦不好 但我们非要这么做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终究害惨了自己 为了名利 我们总是幻想 甚至还有自命不凡的想法 可实际上是 我们都是普通人 哪能拥有什么名利呢 做人做事 平淡 知足 安然 那就可以了 为什么有很多中产都活得不幸福 为什么他们有房有车了 还是不快乐 他们缺乏的并非是物质 而是那一颗知足常乐的心 往后余生 要及时控制自己的欲望 放空自己的忧愁 珍惜当下的人与事 那你就是世间最有福气的人 这种福并非是老天给你的 而是你自己给予自己的 有福之人必然心怀敬畏 有这么一句话 心比天高 命比之薄 当年有一位老板 身家过千万 在大城市的郊区 也有两栋别墅 事业那是蒸蒸日煞 如日中天 可惜的是 他把所有的成功都归结于自己 认为自己特别厉害 无所不能 悲催的是 在这几年 这位老板因为投资失误 而逐渐破产了 就连所住的别墅也卖掉了 那一刻 他才清楚地认识到 自己以往的成功 只是吃了时代的红利罢了 没有以往的时机 他再怎么自命不凡 也只是一个普通人罢了 做人 还是不要过分自高自傲比较好 我们所能拥有的 并不完全是自己打拼而来的 我们的好运气 上天的帮助 都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心怀敬畏 并不是让我们卑微地活着 而是让我们明白 人上有人 天上有天 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 我们能够活得安稳 就该感恩老天了 老天想要让人幸福 只需要赋予你一个机会就行了 反之 老天想要收掉一个人 那他一冷一热 就能让人走到尽头了 他能给你的 也能立马收回去 有福之人 必然谦卑包容 于果曾说 世界上 最宽阔的是海洋 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 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一个人的胸怀如何 就能决定他到底能走多远 一个心胸宽广的人 他们能包容这世间的荣辱得失 深藏这世间的喜怒哀乐 毫无怨言 毫不在意 相反 那些心胸较为狭隘的人 他们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 甚至还会为了一点小力 而与别人针锋相对 实在不是大气之人所为 这两者谁能走得远 谁不能走得远 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老子曾说过 敦兮其弱谱 旷兮其弱谷 这句话 延伸出一个词 叫做虚怀弱谷 一个胸怀如同山谷一般的人 他们能容万物 容百寿 容人生 就像三国时期的刘备 孙权和曹操 甚至是后来通吃三国的死马懿 哪一个不是谦卑包容之人呢 也许他们虚伪 也许他们狡诈 也许他们狠辣 但是却不妨碍他们 有着宽广的胸怀 这些胸怀带给他们的 是偌大的事业和成就 有贵相的人 他们绝大多数是胸怀宽广之人 好比弥勒佛一般 大度能容 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便笑 笑世间可笑之人 有福之人必然掩藏天下 中国历代的人都推崇两句话 一句是修身其家 治国平天下 而另一句则是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奸济天下 一个人真正的贵气 必然是要和外界之事 相结合起来的 对此很多人就不明白 不是自己的贵气吗 跟外在有什么关联的吗 想想看 一个整天握在家里 斤斤计较 自私自利的人 他们的贵气 又能到哪一种程度呢 一个人 只有他逐渐提高自己的格局 让格局来凸显他的气度 那么他的贵气 才能与环境相容 与天地相容 怎样的贵气 才是大气呢 用如道两家的话来讲 就是天人合一 你的行为 要符合着时间的规则 你才能贵气加深 说的直白点 就是你要用自己的才华 来抓住外在的机遇 从而实现质的突破 就像你是学计算机的 你就得抓住时代的潮流 在互联网世界中 实现自己的价值 用自己的价值 去造福更多的人 如此 你所造福的行为 你所成就的一切 都是你贵不可言的福气 总结 真正的福下 到底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 其实还是心怀敬畏 人过分骄傲了 那衰败就不期而至了 人总觉得自己了不起 那下坡路的进程就出现了 所有的福 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 所谓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就是这个道理 人不能太满了 那些真正有福气 而且能保持福气的人 一般都能在 吉凶当中平衡下来 维持一个渐进 但不慢的过程 就像倒水 只要不超过杯子的容量 那它永远都不会有 溢出的那一天 所以说 真正的跪下 是对于 世间万物的把握和平衡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